胡歌致命车祸射雕停拍金庸侠义借酒预言成大气 笔名金庸的武侠小说泰斗茶梁庸昨已94岁高龄安详辞世 许多曾拍过他电影电视剧的明星纷纷追到胡歌也在微博感谢金庸成能先生厚爱让我完成了至今最难忘的一个角色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阶段 他拍摄射雕英雄船时遭遇重大车祸差点毁容 剧组也为此停拍金庸不但延长版权期限还亲自写下度过大难将有大成的鼓励话语 这样的侠者风范让他缅怀先生的侠义不仅在书里更在他的生命里最后更引用神雕侠侣的对白 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一副如丝短短115 自今却道出金庸的侠儒大气又抒发了自己的追思幽情 胡歌2006年仅拍摄射雕英雄船一个多月就出车祸重伤 同车的女助理张勉还因此丧生她养伤期间剧组全面停工 唐人影业总裁制作人蔡易农透露 当时公司资金中断线危机历经一年准备复拍版权 却快到期已有下一家公司在洽谈改编权又被业界看衰付出难度高 不联系但她仍赴港商谈金庸得知事情始末要求出版社暂停与别家签署改编权的手续 在得知还需要半年版权期后豪气隐落一年吧 历史潇洒草米旭签协议当场打印签字盖章 宛如小说里及时出手相救的侠者比风一运就化界危机 锦庸不但快意延长版权期 还轻比留下度过大难将有大城继续努力终成大器 勉力礼劫归来的胡歌 对于当时营运危机的唐人影视野鼓舞制作期间 艰难重重克服困难抵御大城 锦上添花荣夜雪中送炭却是人生难得 也难怪胡歌感叹没有先生的鼓励和支持 唐人和我都难以走到今天 最终射雕 2008年在中国四家电视台上新 台湾上映时收视率打破黄小明版神雕侠侣的新高记录 多年后胡歌以狼牙榜的没长速冲上事业巅峰 恰好因了查先生那句终成大器 让这段仗义相助的故事更增添了一摩美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美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美丽